像這一個煮幹吃在這裡 我這一個是不是又多餘的 這一個就會拿掉 拿到什麼程度 整個都會拿掉 工具一定要齊備 這樣一剪 那該設定的位置 就會煮來 五半左右 然後這一個 看一下你掉的洞 還可以喔 可以掉的洞的話 可以慢慢把它做一個圓針 慢慢圓針 用這個 輕鬆把它 然後 不要一下子就要把它掰過來 那就會怎麼樣 軟掉 慢慢來 不要急 這個 它的 上 下方 上方 對不對 對不對 以後用鋁線可以把它變成平綿 以後鋁線可以慢慢弄成 這個 可以在運動以後 可以再用鋁線 去把它充滿 然後往上延伸 這一顆幹吃進 拉的太長 其實這顆的主要的條件 在這邊做一個結束 所以往上的 這一些就不要 但是呢 你可不可以留 可以留啊 為什麼 你一直修剪 剛剛講的 是不是都留兩個壓點 其實像這個點呢 我們修剪過後 這裡一個壓點有沒有 這裡一個壓點 所以你們是看有葉子的兩個壓點 其實這一支要先輪到這裡 好 那麼帥 OK 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 以後的主幹 最上面的罐底 要用這一支 細小的這一支 有沒有 所以這一段我是不是要剪掉 好 要剪掉 但是這個你注意看喔 我剪掉了上面這一個葉桶 如果把它包下來 是不是又一支小樹 有沒有 所以呢 你還是靠著你修剪技術 把該剪的地方剪一剪 剪完了以後 好 這一顆樹 往後 這邊 再用傳送剝皮 高壓方 包 就變成這樣 所以呢 再同樣 像這個剛剛也可以 不用剪 對不對 好 那剪一剪以後 這個要拿下來 夠粗的 才需要多多的東西 你這一顆就變成三顆 就像 剛剛你講 你的中文後 你會變三顆 但是你要變三顆之前 就是 它這一顆樹 這個葉桶 會不會生長 它會比較 快速 如果你先包下來 再種到別的 會比較慢 你不如在這邊 育養到 直幹都出來了 再包這兩個 這樣 這樣了解沒有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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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